我发现一个规律 很多事都是史以颜值 比如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机械键盘 一个是樱桃的红轴 还有一个是青轴 但是最近又种草了客制化键盘 其实我在选键盘方面是绝对的小白 但是我经过两天的学习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方案 首先颜值是我喜欢的 而且是三模的 轴体用的是国产顶级的金粉V2 整个算下来价格控制在了500以内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两天的学习的成果 希望能给各位小白同学 想要一个比较漂亮的键盘 但不知道怎么选价格预算又不高的同学 一些参考 首先说的是键盘的尺寸 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绝大部分键盘 都是104键盘 我这个键盘是87键盘 砍掉了右侧的数字区 左边和正常键盘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通用性非常好的键盘 我这个键盘属于84键盘 这有一个84 你看它没有右侧的这个区域 它把上下左右集成到了这个位置 有点像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我现在选定的键盘 右侧又砍掉了一列 同时把上面的F1到F12又给砍掉了 是一个非常小布局的键盘 特别漂亮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需求来定 它有的键盘数字区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适合大部分同学的应该也就是这种827键盘 保留F1到F12的功能区又有上下左右 还有这个区域的键位 实际上这个区域的键位除了delete键 其他都不是很重要 方向键是很重要的 这个F1到F12 我感觉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顶多用用还顾五刷新 所以说我现在选定的是一个67或者68的一个键位 比较小小比较可爱 配合上一些键帽也是很漂亮的 我还发现一个规律 像现在这些很可爱的键帽 放在68个键位的键盘上很漂亮 但是放在这种87或者104的键盘上 就没有那么可爱 我也尝试过这个87 104还有这个84 其实到目前还没用过68键位 所以说也想尝试一下 那具体怎么选呢 是不是很麻烦呢 我发现这种客制化键盘 你想简单就简单 想复杂就复杂 我不想复杂 只想简单 那就只需要三大件即可 也就是三个要素 一个是键帽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主题风格 然后第二个就是轴体 像这是红轴 樱桃的红轴 我用过了 很好 但是我不打算用了 这是加杂龙的 轻轴 因为以前我知道红轴很好 轻轴也很好 很有名 这两轴我都用过了 所以说就解读了 现在我看中了叫TTC的金粉V2轴 是目前国产非常顶级的轴体 适合打字 准备试试 就是价格有点贵 如果你的预算有限 可以选比较便宜点的轴体 我这套轴应该是200块钱 200多一点 如果你选便宜的轴 还能下来几十块钱 可以把价格降得更低 那个键帽呢 68个键帽 大概75块钱 那剩下的就是套件 就是怎么一个布局啊 还有这个框架啊 三摩还是两摩 还有电池 还有这些固件 PCB板 还有剩下的所有东西 都在那个套件里 这个套件基本上 我看中的都是200多块钱的 我现在看中的是ECS66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GMK67 其实是同一套模具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两个名字 因为这套相对来说比较新 我看网上介绍都是12月底 还有今年年初的一些测评 我感觉像这种东西 还是新的比较好一些 除此以外 我还看过CiY的68 还有DK的68 但是他们说 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虽然我选择的这个ECS66 也有一些不足 说是比较偏软 键盘套件都是一些国内小厂 不是很有名的小厂做的 有的套件才几十块钱 所以说它才能把这个价格降得这么低 整个算下来 我的套件是200多 轴体是200 再加上键帽 整个应该是500多块钱 它有一个卷 卷后是470多块钱 这是最好的轴体了 TTC金粉V2 其实我对轴体也没有什么研究 现在国产轴体太多了 都说不错 已经超过了樱桃粥 其实樱桃粥就那么回事 这东西就是这样 你用过了就知道了 都挺好 都不错 目前国产轴其实也挺好的 另外我对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只要求兼容性好 无线网络稳定 我准备用2.4G 因为有很多这种刻着化键盘 都是双膜的 甚至单膜的 双膜的就是蓝牙加油线 三膜就是2.4G蓝牙加油线 2.4G的回报率是1000 蓝牙只有125 要差一些 另外还要注意这种无线键盘 它的电池 我选择的那是3000毫安的电池 市面上还有很多2000毫安 甚至1800毫安 还有用干电池的 买的时候注意一下 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什么 重新说一下三要素 一个是键帽 键帽你就看着哪个漂亮来就行了 什么MDA XDA 我觉得意义不大 都挺好 还有原厂 还有OEM 都不太一样 原厂OEM 我感觉有点方方正正 像这个 我这是MDA的 有点圆润的风格 这是键帽高度 还有键帽的这个样子 外形 就是键帽 大概70多块钱 有的甚至更低 像这种轴也是可热插拔的 将来轴坏了 还可以换 将来你买的新键盘 这个老轴应该也可以用 那个套件呢 是200多块钱 我估计等过个四五年 这种套件变得更成熟 更便宜了之后 还可以换套件 换外观 你的键帽 还有轴体 还可以留着 到时候估计可能会 重新换一套键帽 反正也不贵 四五百块钱 如果你要控制一下 可以达到三百块钱 甚至二百多块钱 可能都能下来 至少说可以和成品键盘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成品键盘 也有贵的 也有便宜的 但是看得上眼的不多 回到视频开头那句话 好多事都是始于颜值 一眼就相中了 这个没办法 其实相中的 唯独就两点 一个是键帽 还有一个是布局 这个键帽跟布局 有很大关系 像我这个键盘的布局 它是一个平台 在平台上 放的键帽 还有的是那种 没有平台 就是特别细 这个窄边框 那又是另外一个风格 看个人喜好吧 有的呢 这个上下左右键 跟这个键盘 有一点空隙 有的是特别紧凑 有话则多 无话则少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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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